清明节就快要到了 为了方便民众扫墓记组 汐止公所规划在这个周末两天 还有清明节当天呢 在十个公墓的定点入口设置服务站 现场还特别提供水桶 镰刀还有手套等等扫墓用品 给民众来领取使用 汐止社区巴士十几条路线 在车前几旁边 现在都已经挂上了红色的 清明扫墓专车布条 和往年一样 为了让民众到辖区内 十大公墓更方便 扫墓专车在这个星期六 玉还有清明节当天都有提供服务 另外也提供了多项便民措施 针对辖区内的十处公墓 都会在现场设立服务站 而提供的扫墓用具 更是应有尽有 眼前这些看得到的杯水 手套 镰刀 小锄头 还有水桶 通通在现场可以索取 我们十个公墓都有设立服务台 欢迎各位乡亲们 如果到公墓门口的时候 到服务台那边 我们有准备了很多的工具跟手套 那各位看一下 有手套 有这种橱子 你看这种橱子 非常非常好用 还有镰刀 这是镰刀 那甚至还有我们清便雨衣 还有杯水 还有我们水桶 那这些东西都是送给大家的 送给大家的 今年都准备了上千分的扫墓用具 也欢迎民众踊跃索取 而为了扫墓的路好走 这几天也请清洁队协助除草处理 我们事先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 包括墓地道路两侧的这些草 我们也割好了 那低洼地区我们也稍微去补过了 那还有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社区巴士 免费的 那每半都会经过我们火车站 那欢迎各位乡亲多多运用 那另外我们今年那个墓地 第一公墓跟第二公墓 也感谢我们廖医员 也争取到这个500多万的经费来做整理 那在这个清明节过后 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动工 墓园的道路不是很好 那之前我有跟机长 还有我们的客长到现场去看过了 那一估了大概有要500多万的这个经费 那我已经向我们市长 朱立伦的市长 争取了500多万的这个经费 来就是等清明节过后之后 把所有的道路把它整修 在第一第二公墓 因为道路很久没有维护路不平难走 议员廖正良也争取500万的经费 就要进场施作 方便日后民众扫墓记住 而今年公所的辩民服务 一样很贴心 在这个星期六日还有下星期四 清明节当天 早上7点到下午3点 在各公墓的入口处设置服务站 提供扫墓用品 当然为了环保 也请民众响应 禁止集中焚烧 记者陈慧玲 细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